圓凸在我们台湾有一个俗话叫鬼剃头 就是我自己的同学也发生这样 就是他突然间压力很大 然后就发现 奇怪他怎么这旁边 怎么一个圆圆的 就头发就没了 就是很干净的没了 不像是好像剃完头发还有那个发根 就是一个圆圆白白 那这是怎么样造成 除了压力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原因当然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认识 什么叫做圓凸 这个圓凸又叫做鬼剃头 斑凸油风 他就是突然之间头发就掉了 然后他会有一圈的光亮的头皮 然后他跟一般的头发西疏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凸的这个地方 他边际很明显 而且大部分是圆形或是椭圆形 然后病人常常都突然发现 他的头发怎么有一块就这样不见了 然后有的人甚至是大面积的 一个整片的落法 那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他的致病原因才能够来着手治疗 这个圆凸呢 他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针灸的穴位来治疗呢 或者是做一个保健呢 如果他已经是圆凸了 那我们中医呢是用维针法 就是在局部呢 用维刺再加上电疗 当然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 你在你的头皮上 这个地方你多做按摩 那你可以加一点点的姜啊 或者酒啊 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就是局部用按摩 那当然也可以搭配一些颈部的穴道 像风磁穴 在这个我们的后脑勺这边的一个凹窝 那风腐穴呢 就是在跟风磁穴是平行的地方的正中央 他入法剂一寸的地方 那大椎穴呢 就是在这个地七颈椎的下面 这个是大椎穴 肩颈穴呢 就在我们这个肩膀这里 你按压下去 会有点酸酸的 就是肩颈穴 那这几个穴道都是在肩膀 为什么呢 因为要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 这个肩颈呢 它是一个枢纽 如果你这个地方卡卡的紧紧的 你的血要怎么过的去 所以你自己呢 可以先从这几个穴道呢 用止压用按摩 甚至用一些器械都可以来帮忙 除了说促进血液循环 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精神比较舒缓 睡眠也比较好 那这样子相对于身体 当然是有正面的这个影响 那当然有远处的这个取穴 就可以用涌泉穴 当然就在脚底 有个人质凹的那边 那三阴胶呢 也是常常看到 它就是在我们的内怀上面三寸 所以说 这些呢 都是可以自己做一些保健 做一些按摩指压 是蛮可以自己加强的一些穴道 我们有什么样的茶饮 可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呢 今天介绍一个 玫瑰花汉莲草饮 这个玫瑰花呢 大家其实现在还蛮常用的 很多有压力的人啊 或者觉得说 常常很紧张的人 或是甚至有一点点小的 这个失眠的人都可以用 因为它可以补肝肾 然后还可以疏肝解育 然后这个汉莲草呢 在古代又叫做墨汉莲 它呢 为什么叫墨汉莲 因为它一泡水 那个水会变黑 是哦 对 所以呢 在古代就常常跟核手屋呢 互相搭配 用来补肝肾 还有滋阴 又可以黑滋法 它不只是会长头发 还会让你头发变黑 所以这个是常常用的 那很多我们那个更年期的女生 也可以用加胃逍遥伞来 加这个汉莲草 可以治疗我们更年期的一些 不舒服的症状 所以说它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药 那本身又很温和 那个味道喝起来 是属于有点青草的味道吗 对 因为玫瑰花很香 所以说玫瑰花再搭配这个汉莲草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比较得到舒缓 然后又可以有点助眠 同时呢又有补肝肾 黑脂法的作用 所以这是一举双得 那玫瑰花一般是会在中药房买吗 还是说建议怎么去哪里选购 因为花嘛就是比较担心 它有农药残存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现在的中药都经过 很严格的这个品质的管制 是不可以用农药 不可以有一些什么重金属什么的残留 所以现在在中药行买这些药膳啊 平常常用的一些药呢 能够得到一些品质上的保证 像这个玫瑰花 你看它是小小朵的 那很多人说 我家里有种玫瑰花 我是不是可以家里就拿来 家里那个不是玫瑰花 那是月季 然后你是说我们开的那很漂亮 那个不是玫瑰吗 那不是玫瑰 种小小朵的才是玫瑰 你是说这个是学名上真正属于药用玫瑰的 那个玫瑰就对了 那个是观赏用的就对了 对对对 有一种玫瑰就是开起来小小朵 是这个吗 是这样吗 还是那个也不是 应该也不是 这种就是药用的 这种才是真正的 我们药用的玫瑰 所以一般有人想说 我自己家里栽几朵 把它弄干来泡不行 蛮多人这样子做的 但是功效上可能就是 不及这个药用的好用这样子 是 那这要怎么煮呢 因为花草好像一般我们都是泡一下就可以 那这个看莲草是要怎么样去煮它呢 对所以它必须要先用差不多一千细细的水 每一种都用三前左右 然后呢先把它煮滚在小火再焖半小时 那每一周呢可以喝个两三次 那你可以酌加一点点的蜂蜜 但是不要加糖 糖跟蜂蜜的差别是在哪里 因为这个糖本身就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会有一些痰失 现在医学也证实说吃太多的糖分 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酸甘油脂会变高 所以对身体是不太好 但是蜂蜜就没有这方面的禁忌 当然也不能加太多 就是轻轻的加一点是没有什么违和的 那像这个啊 它是压力型原初在喝 那如果说你看它又是疏肝解育 然后又能征法 其实我们一般人平常应该也可以喝吧 对它并没有说有很强的寒热之分 所以一般人也是可以喝 所以一周喝个两三次是OK的 对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贫血型的 那当然以这个就不是那么的够力 为什么 你如果是贫血型你就要煮当归生姜羊肉 或者是说事物鸡啊 这样子类型的 是比较针对我们的问题 那如果是严重肾虚的 你就可以多用山药 再加点吐丝籽 这个就搭配上 大家可以随心所欲 那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 这个是大家比较不是那么常听到 对我们一般就是感觉到 苏干解育可能就是玫瑰花瓶 但是汉莲草这是我主持当中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药材的一个名字 所以就觉得蛮有意思 因为它既可以疏干解育 轻松我们自己 然后又可以让头发变黑 我觉得现在很多上班族可能都很需要喝这一个茶艺 是啊是啊没错 就是说因为它虽然不常用 但是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很稀有很名贵的药 是大家可以很常常拿来利用的 生活的饮食上啊 有没有什么要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的呢 我们一般中医认为说黑色的食物呢 是比较有补肾的作用 那红色的食物呢 是可以入腥 就可以强腥 所以呢我们平常呢 多选取这些黑色啦红色的 那另外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 像鸡蛋啊 本身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暖磷子呢 是可以有补肾的作用 像坚果呢 本身还有很高的维他命E 也是有补肾的作用 但是以中医 我们固有的一些概念呢 我们认为说核桃呢 是比较补肾 古人在吃这个核桃呢 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买回来 就直接吃不是这样子 古人呢 他们是很珍惜这个 得来不易的这个食材呢 所以呢 他们每天呢 就吃一颗 那怎么吃呢 就是要把它剁碎 再来煮粥 他们就是很珍惜这个食材 那事实上这样子处理之后呢 因为这个坚果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是说它的营养素很够 能量各部分都很够 但是在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说它比较容易上火 多吃一点啊 就口干舌燥啦 但是如果说你拿来煮粥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反应 而且吸收上也是比较好 所以说不管你是不是原突啦 你平常如果说想要补肾 想要抗衰老 加强我们的血液循环 用一点这个核桃呢 剁碎去煮粥呢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 平常就可以选一些黑色的 像黑木耳啊 黑芝麻啊 是有补肾的作用 然后呢 可以选红色的 像红豆啊 红枣啊 是可以入心 可以强心 可以让我们的心脏 变比较强化 然后它还有一些些补血的作用 可以让血液的量啊 质啊都变比较好 那这样子强心补血 我们脑部就得到比较多的营养 这个毛孔呢 当然营养够了 它也比较容易长出来 所以是蛮推荐大家 多摄取这一类型的职材 当然呢 也不是说吃东西 吃这些就好 你平常一些青菜啊水果 当然也是要吃 就是说在饮食方面呢 尽量就是多 比较均衡的摄取 但是可以稍微多 侧重一些补肾啊 入心的固扰啊 这些食材 那当然睡眠也很重要 我们的头发 它是长在头上嘛 你睡觉就是让我们的血呢 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头部 那这样子头部的血液 比较丰盛呢 我们的头皮的营养才会够嘛 虽然压力是大 但是睡眠可不能减少太多 这还睡眠还是要 尽量能够补足 我们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 不太一样 但是能够补足到自己 不会就是有一些亏虚的一个程度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要运动 运动哦 真的是一个CP值很高的事情 运动又可以强心 事实上运动是可以补肾 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中医认为说肾足水嘛 那你如果不运动的话 你把所有的水都让肾脏再代谢 它很辛苦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运动可以把一些水师呢 就从毛细孔把它排掉 那这样肾呢 它就会比较轻松 肾比较轻松呢 它就比较会强壮 不然你一直让它消耗 那它这样子肾气就会亏虚 所以呢我们认为运动 除了强心 强化心肺功能 还可以补肾哦 这个CP值很高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中医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管管你的嘴 动动你的腿 你就长命百岁了 就是不要乱吃东西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吃营养的东西 不要每天都吃一些炸鸡啊 可乐啊什么这些 不营养的东西 我们要吃对自己身体 有帮助的东西 那好好的运动 我们身体就不会出什么 很大的状况 所以以中医的观点来看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圆突的一个症状呢 当然压力 但是呢压力大家都有压力啊 那这个一定是牵涉到这个患者本身呢 他就有一个肾气亏虚 本身的一个体质 再加上压力或是其他因素 就整个发作出来 那中医师认为说 这个肾气呢 肾是足骨 骨是生水 其滑载法 就是你的肾气好不好 你看头发就知道了 然后呢肾长筋呢 筋能生水 所以筋跟血呢 都是互相的滋生 所以筋血有同源 所以你不管是哪一个类型 我们等一下会讲 这个圆突的可能 不同的发作原因 但是呢都跟这个肾气亏虚呢 是脱不了关系 所以说头发 它的营养来源于血 它的根呢是在于肾气 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类型的 都一定要补肾气 所以先用七宝霉染蛋 那再根据个别的这个阵型 来用药来搭配 七宝霉染蛋呢 它就是七个 就是核手屋 茯林 兔丝籽 枸杞 当归 牛膝 破固子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它是可以补育肝肾 养血填精 所以中医呢认为说 先补肾再说 这个名字就取得很好啊 七宝霉染蛋 就是把头发弄黑的感觉 对对对 那它这里面最主要的药 就是这个核手屋 会让头发变黑 对对对 那我们要来呼吁一下 就是说 大家如果要去买核手屋的话 一定要在中药行买 为什么 因为核手屋呢 常常会有尾药 很多人到山上啊 他可能去山上观光啊 就山上的那个山长行啊 就很多人在卖核手屋 很多看起来大大的 看起来好像也很营养那样子啊 其实很多都不是核手屋 都是山药籽 那山药籽是有剧毒的 而且呢 核手屋本身哦 它一定要炮制过 效果才会好 像我们这个就是炮制过的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 补肾 生法 这个作用 不然吃了反而会得到一些 不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定要在 合格的中药行买 是 那讲到 刚刚一时间讲到 就是说 中医有分不同的阵型 就是说 有些人他要圆突的原因 到底是哪些类型 我们现在就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虽然是说 肾气亏虚 这是一个 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它有可能有一些加重的因素 当然大家比较常见的是压力型的调法 是 这种压力型的调法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生活压力太大了 那我们压力大的时候 我们的肝呢 常常呢 会干预气质 就是说 我们的气呢 常常就会滞留在肝脏这边 让他的血呢 就不动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常常就要用 家胃逍遥伞来 疏肝解育 然后呢 清热养血 他就是这些处方 因为有压力的人 通常也是睡不太好 睡不太好 通常也会有一点火气 这个时候就要 适度的加一点清热 然后借着清热疏肝来养血 还有另外一种类型是 完完全全就是贫血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说 我们的血呢 它的齐滑在法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头发呢 它的营养 当然要从血液来嘛 你如果血不够 那头发怎么会 看起来会光亮 怎么会长得茂密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贫血型的 就是说营养可能不够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 有龟皮汤 有补液气血 健脾养心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呢 他用的是专找人 专找人也有一点点安眠啊 安神啊 定制的作用 就是说事实上 他这个在补血的同时 他也有一点点在减轻你的压力 就是说可能有一点点压力 又有点贫血的人可以吃的 那另外一种是 严重的肾虚型的原图 我们刚刚讲说肾气亏虚 我们就用七宝梅兰丹嘛 这是基本型的 但是有人是肾气严重的亏虚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肾气严重的亏虚呢 除了说本身的体质之外 现在很多人啊 一有点酸痛啊 或是头痛啊 就吃消炎止痛药 或者是说有一些疾病 他一定要长期的 吃一些西药 在我们的理解 我们认为 西药伤肝伤肾的程度是蛮大的 尤其是伤肾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长期 要服用西药呢 就产生一些很严重的 这种肾虚型的这种原图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幼龟丸 他是很强的这个补肾药 像大家熟悉的山药啊 枸杞啦 兔狮子啦 他还用鹿角胶 腹子肉桂 这些都是温补盛养 甜精补血 这个就非常补了 如果不是这种类型的 也不要轻易尝试 因为这个一吃下去很补 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 口干舌燥啦 就是要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类型 大家好 我是丹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分享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的新影片哦